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出埃及记十二章 一至三节 六至八节 十一至十四节 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时 上主给了摩西和阿伦以下的指示 从今以后 你们要以这个月 作为一年的头一个月 你们要向以色列全体民众宣布 在这个月第十天 每家都要选一只绵羊羊糕 或山羊糕 作为制物 每户人家一只 你们要特别照顾 这只选出来的羊 直到这头一个月 第十四天的黄昏 那时 以色列全体回众 就要把各自的棉羊糕 或山羊糕材料 并要取一些血 陶在你们吃羊肉的 那房子的门框两旁 及门尾上 那天晚上 你们要用火烤羊肉 同苦菜和无教饼一起吃 你们吃的时候 要遵守这样的规定 要穿着整齐 穿上鞋 手中拿着象 要快快地吃 因为这是上主的愉悦节 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 击杀埃及境内所有的长子 和所有投胎出生的雄性生畜 我要对埃及的所有神明施行审判 因为我是上主 然而你们门桑上的血是一个记号 标示出你们所在的房子 我看见那血 就会越过你们 我攻击埃及地时 这灭命的灾难 就不会降到你们身上 你们要纪念这一天 你们世世代代 每年都要向上主庆祝 这特别的节旗 这是永久的律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建立家庭传统 家庭传统对维系家庭成员的关系 极有帮助 也能给小孩一份畏直和安全感 家庭传统可以是一家人定期相聚 将祖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 也请来吃一餐丰富的晚饭 在一些特别的节日 家人护送礼物 又或者是睡觉前一起读经祈祷 守如月节是以色列人的传统 这个传统是纪念美善的上帝 昔日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 一年一度的如月节 既是一个纪念 也都成为一个传统 让他们可以藉此教导子子孙孙 念记上帝的拯救和信实 今天我们不用预备羊膏 或者大排盐植来守如月节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藉着一些节旗 为家人建立熟灵的传统 每个重要的节旗 全家人一起敬拜 一起吃饭 一起念记上帝的恩典和拯救 藉着这些家庭传统 让宗教节旗不至于退息 或者失去本来的意义 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 建立怎样的传统 来纪念上帝的信实和恩典呢? 多谢您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